你看你蔬菜学专业 但你今天面试的是 除了农业还有金融 那您所指的这个农业方向 和金融方向 具体的岗位是做什么呢 我就想找一个 就是事务型的 偏行政嘛 可以这么说 你学了这么好的专业 又是硕士 你做行政干什么呢 你不用自己的专业 你去健康有益 就可以用自己的专业 农业也可以的 也就是说 你对于这份事业 到底能体现怎样的价值 其实你不是太在意 只要是一个饭碗 能够拿到一份工作 离家父近一点就好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要多少钱 一万二吧 你这样一份工作多少钱 一万一 你一直比你老公 真的高 他那个工作体系 不是不光底薪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收入 有异乡企业吗 想去哪个家 俊乐宝和商行科技 俊乐宝 好 林姐 你为什么是马签那儿呢 他那边我了解到 业务是做大数据分析的 就是以后大数据分析 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那你会吗 不会可以学吗 但是你不会如果学 你现在要的是一万二 对呀 也就是 而且第一 你的硕士其实后面也废了 我可以当你不是硕士 你本科是金融吗 本科是农学 你本科是农学 硕士是蔬菜学 然后你干了两份 是金融行业的工作 然后特别是你的刚才拿一万一所比对 但一万一所在的是一个护金行业 是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分控 所以对于我来讲 你是一个小白 那你要到如果一万二的话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这个的话是我的期望 你说在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有经验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过去的背景 包括你工作这么多年的背景 是能够让你获得比较高的薪酬 否则的话 单纯凭学历的话 本科的起薪 硕士的起薪是不一样的 我建议选择就是 第一 他的专业的是蔬菜学 第二 相关的金融专业 因为他已经有过多年的工作 你建议他调薪吗 并且当他选择这两个专业的时候 他进入市场上 不会低于他现在的薪资 一万一 就是一万一 对 林玲 因为我在履历看的 都是金融方向的履历 你在农学啊 蔬菜学啊 营养学等等这些行业 做过一些工作吗 做了哪些工作呢 关于农业就两个吧 但是时间比较短 有一个就是做的是 农产品平台的那种 那很短是多短 一周吧 一周 你还做过什么 因为那个公司他在广州 其他的呢 也是 也是很短 所以你一直不选这个方向 是不喜欢对吧 是喜欢 但是那个是在广州 我是河南人 然后那个广州的话 我去了之后 人就是极度的不适应 然后我就回来了 好 来 第一轮选择 薛贺率 来 博士老公 帅 互相面对面 好 从现在开始 你给他提几点建议 我觉得首先 咱是一个蔬菜学硕士 可能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还要更专业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咱们可能对这个面试 确实准备的不是非常的充分 第三呢 我觉得可能 你毕业之后 一直在转行 我觉得咱们以后呢 还是要找准一个方向 努力去做 起点呢 不一定要求太高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 可以从比较基础的 这些知识来学起 你听见他说的是对的吗 听见了 听见了 你说了你 你下次好好改进吗 嗯 其实我改进 我还 我就想体会 各种工作的那种乐趣 你完了啊 就你成的啊 你直接带走带走带走 抱走 好 再见 抱走 抱走 浓了